现在我已经洗完脸了 姐妹们我是被震醒的 大家看震的隔壁邻居家灯 你们的城市都啥情况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来咱们接着聊 在三天前 然后我儿子不是把手摔得有点固扯吗 就是这个胳膊的位置 就是让大家先来看一下 胳膊受伤之后的小孩 是什么状态 今天要记录呢 主要是因为我女儿 就是我一定要把这件事记下来 因为弟弟的手缠着那个绷带呢 缠着打着石膏呢 干啥呢都不是很方便 前两天的时候 睡觉的时候 都会特别特别小心的 就是光怕碰到弟弟的胳膊 就是我也小心 爸爸也小心 然后嘉义也小心 前两个晚上都是我们四个睡 就是爸爸也在 我也在 两个孩子在 然后今天是第三天 爸爸职业班去了 从来没有刻意要跟我 要跟我分开睡的嘉音 然后我这么说哈 我也不怕大家笑话 我在院里边生老二的时候 住的那四五天远 他都在我身边 就是真的 我跟严格对老大 是几乎是从来没有放过手 就一直都是我们俩自己在陪 我说的是晚上哈 我说的是晚上睡觉 但是哈 今天晚上在睡觉之前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妈妈 今天我跟奶奶睡吧 就是他现在在为别人着想 就是在为他自己以外的人着想 在为弟弟着想 怕碰到 怕碰到弟弟的胳膊 在为妈妈着想 怕妈妈照顾不了他们俩 可能有很多跟他同龄的孩子 都这么懂事 但是我还是想要记录一下 因为他知道爸爸在直播 就是怕我照顾不了他们俩 就是以前的时候都能照顾 是因为弟弟胳膊没受伤 现在弟弟胳膊受伤了 就怕我自己照顾不了他俩 然后还怕自己晚上的时候乱动 碰到弟弟的胳膊 就是包括这次 带他俩去上海 就是他也会主动 给弟弟穿鞋 系扣子 然后给弟弟拿早饭 今天晚上的分享 今天晚上的分享 纯属开心